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莫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咱们现在学的是 List的H和YL组合 便利数组对不对 对 那咱们说猜开去学 已经学完了List了 那咱看一下 这个应该读H还是读H 我读H 那听妹子的 我也读H 那这个H呢 咱们很少在开发中用到 也就会在这个组合中偶尔用到而已 对吧 那以后咱说了 那有用这便利数组那不就得用到吗 咱说以后学到数据库的时候 咱们通常用List和YL去组合 和什么 从数据库获取表结构那些函数组合 只不过当现在没有学什么 没有学一些数据库处理 或者文件处理的方式 咱们现在用H来获取一些数组的信息而已 知道吗 以后这个不常见 H不常见 但是咱要想明白 这三个是如何配合完成便利数组的 咱还得先知道H H是干嘛用的 对不对 来 我们先看一下H是干嘛用的呢 我们先做一个实验AR一个数 对不对 等于ARAY 用什么都可以 那行 妹子强烈建议用中号 咱们就用中号可以吧 那里边我有个几个 妹子 妹子才打不出来了 妹子对吧 然后什么 峰哥 峰哥 峰哥对吧 美女 嗯 这块 第三只 三个变量对不对 看下第三个变量 那怎么用这个 用H数量 EACH 它只是一个函数 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ACH 它怎么的 只是一个函数而已 没有代式 没有代式就是一个函数 然后参数也很简单 参数就是一个数组 作为参数 对 也就是这个 我们这块放一个数组 看到了吗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返回来的是什么 对吧 对吧 一般的数组都会参数 什么 要么把数组猜分 要么怎么处理 对不对 大家的确是把数组猜分了 猜分成多个部分 对不对 对吧 那既然是猜分了有多个部分 所以这个返回值 多个 放到一个值里面 这个返回的值 应该是什么类型啊 对 妹子说的很对 对吧 返回 值 返回的值 也是一个数组 所以呢 这个就是参数是一个数组 返回值还是一个数组 那有什么作用呢 咱们先看一下 是 是这一下把数组全处理了吗 比如说一个咱起随便的起个名吧 我叫万行不行 可以吧 嗯 那看一下 这个万 既然是一个数组 我可不用普通他打印一下啊 到了普万 我下边顺便再输出一个话 咱们吧 嗯 那今天PRE呢 我就输出PRE吧 就不换啊 圆形输出对不对 对啊 猜一下 他是将四个全处理了吗 这三个数组 这三个数组 三个元素处理了吗 我不是 他现在 现在我刚处理对不对 第一个碰见的是妹子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只处理妹子 来我们看一下结果啊 怎么处理妹子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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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PRD 看到了吗 对 都是跟妹子有关的信息 嗯 对吧 嗯 所以呢 他这里边 怎么的 妹子这个信息 他出类四个元素 对 都哪四个元素 看好了 嗯 你看啊 第一点 我先记住一下 好 我学一些啊 返回的值 是一个数组 对不对 然后首先 数 对 数组 应该说固定 固定 有 返回的值的这个数字啊 固定有四个 元素 而且 下标 也是固定的 下标怎么是固定的 你看好了 返回这个 先看一下这个值 下标 下标一个是1 一个是V6 一个是0 一个是K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反应的数组 元素是四个是固定的 下标是有固定的 下标分别为四个 一个是1 对吧 一个是V6 一个是0 一个是K 是不是四个 那1 那1代表什么 1代表什么 值 V6 也是值 对不对 0代表 见 下标 K 代表也是下标 对了吗 那也就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反归 重复的东西呢 你看 假如我就想反归这里边第一个元素 那两个值不就行了吗 一个是下标 一个是值对不对 那他不是这样的 他是1和0 我这时候用框而破下来 这俩表示的是值 看到了吗 0和K 表示的下标 也就是给我们返回了一个 关联和索引数组的一个混合 对吧 也就是你想用H反归的值 你喜欢关联处理 你可以用关联处理 你喜欢用索引处理 你可以用索引处理 比如说我现在想打一妹子 对不对 我想打一妹子 对不对 那你喜欢处理 假如想处理索引数组 我可以怎么办呢 打一妹子的下标 下标它是索引数组 是不是良 假如说我这样 写一个下标 下标是万 对吧 那你看 我想把下标打一出来 我是不是有两种办法了 如果我喜欢什么 索引数组的话 大华谱 万里边的万 是那么大吗 不是 是 是 万里边有没有一个 假如我现在喜欢关联处数 微流 是不是打印的值 对吧 然后我在这样 输出万里边的 我喜欢使用索引数组 一是代表值 因为它就固定的 这些东西 对吧 那我想打一 先看一下结果 我们已经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妹子妹子 对吧 那如果想汇取下标 我也可以分别 两个处理 对不对 对吧 用关联处数 用K 是不是能够下标 用0 是不是也能汇取下标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万万 对吧 那如果你想成对出现 我可以这样 K是下标 对不对 然后这块 连接一个这个 几边写的 再连接一个值 $1 里边的 你看 V6 对吧 这块下标K 连接一个 字符串 这块 再连接一个 $1 里边的 你看这两种方式 都是键和值 都能打印的 键就是万 值就是什么 妹子妹 是不是 所以返回这四个 看好了 个数是固定的 就四个元素 对吧 然后下标也是固定的 看到吧 那我都说了 这个参数返回的 怎么的 不就是一个元素吗 对 是一个元素吧 对 就返回一个元素 对 就返回一个元素 把这个放在上面 是不是这个就返回一个元素 对吧 然后咱们得记另外一个特点 还没记完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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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E H H 对 对 指 怎么呢 处理当前的元素 只处理当前的元素 将 只处理当前的元素 将 当前的元素 怎么的 转为 速度 信息 看到了 只处理当前的元素 然后 处理 完 后 怎么的 有个指针 什么指针呢 默认指针指到第一个位置 处理完后 它就指向第二个位置 看到了吧 处理完后指针向下一个元素移动 看到了吧 也就是我现在用H 默认 然后 对 当前元素 那默认当 你看 默认当前元素是第一个元素 也就是指针指向这个 对 对 指针指向第一个 指向第一个 这能理解了吧 默认指针在第一个上 所以默认处理第一个 把第一个转上这四部分元素 对吧 两个键 两个指 就怎么 嗯 那 指针就指向向下移动一个了 对吧 那我在这块再执行一遍 是不是处理完第一个 然后把指针下移了 我再处理当前的 是不是就是上次处理完下移的 第二个这块 那这块返回的是什么 风格的信息 你看第一个是妹子这四个字 第二是风格对不对 那如果我再处理一个呢 是不是就第三个信息了 看一下 是不是就第三个信息了 正能理解了吧 嗯 那 对 那我再把 嗯 再把一个回事的问题 那第四个呢 看 这再记住一下 看一下 第四个 不是这不是第四个 第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包括 如果 怎么的 指针 指针已经在结束位置了 最后一个了 对不对 如果 再使用 H 获取元素 已经在最后一个 已经获取完了 指针是不是移到最后一个 没的地方了 已经在最后一个 他处理完了 你再处理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已经在最后一个处理完了 是不是又下一个 如果我再获取123 对不对 我再获取第四遍 咱就不用这个待遇了 因为这也是打成术主的 类型就变了 不是回去了 如果使用H原素获取的话 呢 返回 夹 对吧 返回夹 来 我们看一下 结果 是不是负尔性价 对不对 那也就是再获取获取不到 嗯 那看一下 这就是H的全部语法 他就这个作用 单独使用它没什么意义 听懂吗 但是如果他和什么 和List 和外套循环配合 那么就体现出它的优势了 当然能反复强调 后期我们不一定用它 是不是 嗯 后期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处理 好 这节课咱们就只学一个H 那List H外套循环前面是学过的 对不对 第三个怎么配合 那就看下节课咱们怎么去分析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Each 咱们就就到这里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